我們上來了 它的每一站都好華麗喔 大家都說北韓街道上的路人是演員 但當親自走訪後撇出我們可以去的觀光景點不說 遊覽車外的路人反而覺得他們蠻真實的 基本上北韓是一個不能自由行的國家 上了遊覽車離這裡的人就像是隔了一道透明的牆 這其實在出發前就已經是知道的事了 觀光客能去的景點都大同小異 能拍照的也只有那幾個地方 我們一如往常被當作貴賓接待 餐餐都有魚有肉非常豐盛 但我們卻都感到有一些些的慚愧 因為每一餐都多到吃不完 甚至我們領隊後來還特地去跟他們說 下一餐不要再給我們那麼多了 因為在北韓他們的食物是由政府配給的 對他們來說肉根本很難吃到 心中不禁想當地人小朋友們都吃不到這些了 但對於觀光客卻能夠端出這些彩色如此的招待 是真的想讓我們有冰之如歸的感覺 還是他們想給我們呈現美好的一面呢 他們擁有很多全世界之最 來北韓旅遊行程包含了全世界最高凱旋門 全世界最高的石塔主體思想塔 對面就是金日成廣場 地板上很多的點點 那邊也很多的點點 就是如果有活動的話 這個點點就是一個人位子 一個人站在這邊 一個人站在這邊 前面是偉大領袖金日成主席跟金正日將軍 全世界最深的地鐵 平壤地鐵 這裡算是我們所有行程中最貼近平壤的一個 剛剛在搭手扶梯的時候真的很壯觀 然後旁邊的在地人啊 他就會一直往我們這邊看 他一直很好奇地看著我們 我們上來了 到了到了 他的每一站都好華麗喔 他公園的廁所長是這樣 他公園的廁所長這樣 超漂亮的喔 這麼漂亮的一個 而且當時拍到他的廁所長這樣 光斯在外面阿 那我看到他公園的廁所長這樣 地板就一個很棒혁 好了他公園的廁所長這樣 有怎麼這麼多說的 好透明的玻璃 哇 透明的玻璃 他這個是透明的 哇 這個是透明的 你要忘記他的字 在水龍頭 我們現在要去銅像萬秀台這邊 拍照跟線畫 因為這個對於他們來講是一個很神聖的地方 是要嚴肅 然後拍照的時候不可以模仿銅像的手勢 然後也一定要拍全身 這個花是自費項目 就是你可以自己選你要不要買 那一束的話是20元人民幣 有彩虹 也有新娘 哇他們全家大小手牽手 一起去耶 每個都正裝 導遊說萬秀台對他們朝鮮人民來說是很神聖的 每當新人結婚第一個一定是來這裡獻花 雖然我也不是很確定那一家人跟新娘子是不是演員 畢竟我們只能看見最富裕的首都平壤 其餘偏鄉沒開放給遊客去的地區 我們無法想像真實的生活 是什麼樣子 我們現在要去光復白貨 是他們無點事人會光潔買東西的一個事件 因為我們一般來在這邊都是用人民幣 但是是用在這個光復白貨是可以用他們的槽幣 然後他槽幣是不能帶出來的 所以你出來之後要把所有的槽幣換回人民幣 whereas我們都會在家裡做的 想像真實的生活 乾杯 我們可以用這個社會的 天才是要不賣空氣的 蝦味仙 好的各位同學 我們結束了今天一整天的行程 給你們分享一下我今天的戰利品 就是這些 超重的 我買了超多他們的零食餅乾 因為我想說我就可以回去拍一集 北韓的零食開箱 只能吃了很多零食餅乾 那因為光復百貨裡面他們不能拍照 就是他們店員都會看到你拍照就會置紙 所以其實拍照的畫面就是不太多這樣 光復百貨呢 真的是他們當地人在地人會去逛的一間百貨 那一樓通常都是零食 然後二樓開始就是家具 所以一般就是遊客就不會上到二樓這樣 但是我們如果要上去是可以的 那如果你要去光復百貨買東西 你就要先把人民幣換成朝鮮幣 出去之後要再把朝鮮幣換回來 這個看起來蠻好吃的 這什麼啊 我買這個 喔 人參糖啦 這個蝦味仙沒有賣空氣喔 就非常的紮實飽滿 我記得我買一個 喔這個啦 不知道是他們的牛奶還是酸奶之類的 我就想說就要買一個飲料 但這個東西應該是不可以帶回台灣 所以我可以就是直接現在現場喝給你們看 然後我就那時候就看架上哪一個被拿最多 我想說這個被拿最多 那我就來喝喝看好了 先來喝喝看 其實我不知道是什麼 因為我看不到韓文 不難喝欸 它就是腰落乳 化學感的腰落乳 有一個美麗的小女孩 她的名字叫做小崔 她又說溫柔的眼睛 她悄悄 她悄悄 偷著我的心 小崔啊 你可知道我愛你 我要帶你 飛到台灣去 看那星星多美麗 看那星星多美麗 摘下一顆 千萬送給你 謝謝大家 好 這一天晚餐我們依然吃得很豐盛 司機也很可愛跟我們一起拍照 我想在朝鮮擔任導遊跟司機應該是個很幸福的職業吧 即便知道這個國家只呈現了想給我們看的那一面 但我們每個人何嘗不是這樣呢 這是最貼近平壤生活的一天 不容易 出國都是 基本上都是公拍的 不是個人去聊的 那如果有邀請單位呢 你們可以去嗎 嗯 嗯 嗯 要半小時的 嗯